这个小女孩每天晚上都做噩梦 但自从这次做完噩梦后 她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只见从不吃鱼的 她竟然大早上一口气吃掉了十条鱼 奶奶认为孙女可能是中血了 让老王急忙去找大仙算一管 但身为警察的老王从来不迷信 她坚信自己的女儿吃这么多是因为饿 但就当老王当天下班回家后 从不发脾气的女儿 却把她骂了一个狗血淋头 这一幕当场把老王吓傻 因为女儿长这么大 第一次这样和她说话 晚上趁着夜深人进食 老王悄悄潜入了女儿的房间 因为他身知中邪的人身上都会长痘痘 他想检查一下女儿身上有没有 让他没想到的是女儿身上还真有 次日一大早老王的手脚就开始使不上镜 仿佛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一样 用针灸针了好几天才有所好转 就当老王思考着女儿是不是真正中邪了时 一位路过的大仙突然感觉他家阴气很重 就当大仙见到女孩后 立马断定他是被人下了诅咒 就当家人们疑惑不解之时 大仙立即让老王将家里的烟菜缸搬过来砸 没想到随着烟菜缸的破裂 竟然在缸里发现了一只死乌鸦 察觉到女孩这是被巫师下了诅咒 大仙急忙询问老王得没得罪什么人 老王听后瞬间愣住了 因为他前几天办案时 的确惹不一个住在山上的日本人 为了女儿的生命安危 一大早的老王就上了山 明明上山时还是一览无疑的晴朗天气 但就当几人走到半山腰时 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露 村民见状慌里慌张的就想离开 但下一秒他就瞬间被一道惊雷劈中了脑袋 很显然 这是老天爷在阻止他们几人上山 没有办法老王只好将这名村民送到医院 可来到医院后他也已经无力回天 察觉到那座大山有些诡异后 警方老王很快就带着同事 来到了那个住在山上的日本人家中调查 结果竟然发现日本人的家中很是诡异 不仅家里摆放的都是一些照片和神像 而且桌子上还摆着各种各样的鸡品 很显然这个日本人的身份有些不一般 就当老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痛苦的惨叫 原来是日本人养了一只恶犬正在攻击同事 好在关键时刻日本人及时回到了家 悲剧的事情才没有发生 没想到就当老王开车返回警局时 同事却直接拿出了一双老王女儿的鞋子 得知这只女儿的鞋子是在那个日本人家中发现的 老王立马断定这日本人肯定是给女儿下咒的人 为了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日本人 老王返回山上就杀掉了他的恶犬 并劝诫日本人三天之内离开 事后老王还特意为女儿准备了一场法事 想让大仙帮女儿去除一下身上的晦气 没想到就在大仙晚上做法事的时候 山上的那个日本人也同样做起了一场法事 随着两场法事的进行 老王的女儿躺在地上痛苦的来回挣扎 看着女儿无比难受的本气 老王却控制不住了自己直接冲到外面就推翻了计谈 随着法事被中场停止 女儿也随之安静了下来 但此时的大仙却露出了惊恐的本气 因为这也将意味着功亏一篑 这样的话那个日本人肯定就会再来找麻烦的 为了防止女儿再次受到伤害 次日一大早老王就带着村民跑到了山上 说什么都要将那个日本人给解决掉 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刚来到山上就遇见了一个发疯的村民 好在最后那位村民离奇地暴毙身亡众人才躲过一劫 看着那个日本人就在不远处盯着他们 老王立即带着村民追了上去 但没想到一转头的功夫 那个日本人就离奇地消失不见 就当老王失魂落魄地带着村民离开这里时 怎料一句尸体突然从天而降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日本人 为了不引起麻烦老王 直接将日本人推到了悬崖底下 本以为这样一切都结束了 殊不知那个日本人根本没死 而与此同时在他的身后 一个面无表情的女人正用眼睛死死的冰着 这个男人刚回到家就突然发现女儿不见了 吓得他急忙跑出家门就开始寻找 就当他跑到一处巷子后 他竟然发现了一个面无表情的女人 对方告诉老王他的女儿已经回家 劝诫他现在千万不要回去 如果回去的话他全家都得死 但老王根本不认识他 自然也就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殊不知 他的女儿竟然真的诡异地出现在了家门口 女人让他等邻居家的公鸡叫三声后再回去 因为那个时候缠在他女儿身上的恶鬼 他会消失 很快公鸡就叫了两声 可还没等到公鸡叫三声 老王就等不及了 因为他担心女儿此时有生命危险 就在他准备冲回家查看女儿时 女人突然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 老王转头一看直接就愣住了 只见一双血白的胳膊突然拉住了他 他抬头一看女人的皮肤也瞬间变成了圣人的白色 察觉到眼前的女人才是恶鬼后 老王急忙冲刺赶回了家 可就当他回到家后 家人全都已经惨遭了不幸 只留下了女儿一脸诡异的死死盯着他 原来 他的女儿自从回到家后就十分诡异 一句话也不说的就走进了家门 然后拿出冰箱里的东西就吃了一个干干净净 但他吃饱喝足后 却根本没有正眼看自己的家人 而是直接转头看向了柜子上的水果包 老王本以为那个女人才是脏东西 殊不知他其实是想帮助老王 就当老王冲回家的那一刻 门口的骷髅花瞬间凋零 因此他家人的命运才发生了改变 而就在此时住在山上的一位日本人 却发出了邪恶的笑容 老王到死也不会明白 山上的那个日本人才是真正的恶物 次日一觉醒来家里就没有人 只留下了女儿发呆的独自坐在门口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